为了来挑战大陆相提观光 大陆教一级日本党目替的 共同来提供坐火车 由大陆相提怀孤车站记录 并且在大陆南港车站设定了点点 2月设计基盘点点20 参考华党正式开始 大陆相提为来推设观光 今年基盘坐火车由怀孤车站的华党 并且在南港车站来设定点点 国民就更了解火车没人的所在 回到代替旅行担目提到的特性列车小街 还有人来代替百年车站的小街地图 尤其是海参国的 也就去年建造的车站 都要拿过了百回忆年 民众的机会可以来一阵 开枯车站的录行 这一次是就大陈火车 到各个怀旧的车站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一些 就是所谓的古迹车站 比方向台南 比方向现在我们新开发的一个景 就是潮州的铁道园区 其实在日本的铁道们 他们都很期待 所以在我们今年 这一些交流活动的主打方面 除了怀旧车站 对于我们新开发的一些经典 我们也会来做一些促销的一些活动 台队相提是在台队与日本党部的替德 为了以后一五年十月十八年 相当签在相提友好协议以来 电刷几天都有基板 促进台阶关公友好的交流活动 南港厂长已经夹着是促进台湾和日本 关公友好的提供的电视地点 这么讲到经济温暖的情谊 我想这八年来我们从签约到现在 我们有彩绘列车的交换 然后还有这个乘车券的交换 所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在日本我们宣传台铁 在台湾让大家认识我们东武 它其实是有相当的一个 相乘效果的宣传效果 我们觉得是一个在观光交流的促进上 是一个好的现象 还有个设计车有日本气氛的大会议 后面将会打开楼殿 还有陪会车有关系的游戏度 就会过游戏 将台阶相提 演算的代表车站的景点 放在去桌里面 后面将会在游戏当中 临摆到兴奏日本和台湾的景点 现在是向台北采访报道